Hello! Welcome everybody! Welcome to this book part 2 We are now already in part 2 As you know, it's getting a little bit difficult 那隨著那個難度繼續前進 那一樣要繼續灌輸各位一個觀念 就是不要忘記 閱讀齁 你需要高中齁 因為你像國中齁 國中比較需要的是文法嘛 對不對 就是做一些很大量的文法題庫啊 那這個高中的話 就非常的需要閱讀 各位不要忘記 也是各位一直很強調的一點 你的單字量當然 Of course your vocabulary is very important 雖然你的單字量也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你不要忘記 閱讀量才是英文的一切的根本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你的閱讀量不夠 你的那種我們就是所謂的那種叫做語感 你的語言的感覺就不會好 那你想啦 我們日常生活中 難道他會一直在考你單字嗎? 他會譬如說你們兩個見面的時候 然後這邊 Hey guys! What? What does the meaning of magical 你們兩個會開始一見面就在那邊 抽考對方單字嗎? 不會 那William之前在讀書的時候 在讀英文 通常也是太過強調這種細節也有關係 太過專嚴這種 太過專嚴這種艱深的文法 或者是太過執著在於 比如說單字的磁性變化 當然是重要沒有錯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 閱讀才是王道 每一天一次的閱讀量 遠遠會比你一天被個二三十個單字來的好 而且再加上你如果閱讀量夠多的話 當然你的單字量也會跟著上升 而且說實在的 你的閱讀量夠了 你的單字反而還能夠記得比較久 而且你更能夠知道那個單字 原來是這樣子使用 你才會有感覺 所以各位不要忘記在讀英文 你不要傻乎乎的 一坐下來就開始拿單字本起來 不對不對千千萬萬不要這樣子做 閱讀 OK 透過閱讀來複習單字 那當然William在講解閱讀的時候 也會跟各位講一下就是說 那這個單字的補充 那所以 就是也是William一直在跟各位強調的 你的閱讀的順序 對不對 你第一步先聽 先聽過 第二步來讀 完全不查單字的讀 那接下來第三階段呢 開始來做一些這個精讀 來去查查單字啦 這個去搞懂每一個字的意思啦 那接下來下一步第四步才是在聽 聽兩個階段的讀 在最後一個階段是聽 這次才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聽力訓練 這個才是有英文的感覺 不要把英文把它拆開 拆成單字 把它拆成文法這樣再讀 那這樣當然是不對的 你會發現 隨著你的級數越高 當你要去考 想考中級中高級的時候 怎麼考都考不過 為什麼 閱讀量不夠啊 OK 來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一篇 所以這跟各位強調的時候 閱讀量 可以齁 來 Let's take a look of Unit 1 The title of this article is Making the Hobbit 這裡的Hobbit指的是 The Hobbit 然後各位你有知道 看兩個字都大寫 The Hobbit這一部呢 其實是電影 當然你如果沒有看過這部電影的話 當然會比較麻煩 不過沒有關係 你如果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不會影響到你對這篇文章的理解 他意思就是說 製造 哈比人 的這部電影 那哈比人 各位 我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邊 那就是這部電影 那William相當的喜歡 這個魔界三部曲 哈比人三部曲 那這一系列其實總會有六集 那都非常的好看 那各位 If you got a chance 如果你在那個第四台 HBO還是在哪邊 你如果有看到的話 看一下 非常的好看 OK 來 那講到電影 各位 那你在閱讀的時候 各位不要忘記 你要做一些 這個叫Advanced Reading Advanced Reader 你要做一個這個比較進階型的閱讀者 當你看到標題在講電影的時候 你要先想到什麼呢 唉呦 會不會有這種東西 叫做劇情的簡介 他會不會有劇情的簡介呢 或者是 會不會有來源呢 這部電影是怎麼來的 那或者是 作者是誰 可以齁 就是 講當然了 一部英文文章 大概就會介紹這些東西 那或者是 他會不會去介紹一些 比如說他比較特殊的地方 那當然 之前有一部電影叫少年拍嘛 那當然他比較特殊的一個地方就是 導演是台灣人啊 那再接下來比較特殊的地方就是 哇他這個竟然是一個人跟一個老虎的故事 像這樣 有沒有什麼很特殊的地方 這部電影要講 跟那個人物 各位記不記得那個 金城武啊 跟那個陳樹菊 那些人物介紹一樣 對不對 都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因為他就是有特殊的地方 所以作者才會拿出來講 好 那接著我們來直接來看一下第一段 The Habit is one of the most well-known fantasy novels of all time 那這邊就是 Hobby人呢 是其中一部 Well-known Well-known 這個單字沒有問題 就是眾所皆知的 這個單字 這個片語 各位可以背一下 其實他的同一字沒有問題 就是famous 眾所周知的這個fantasy 各位 fantasy的意思就是奇幻電影啦 就是有那什麼精靈啦 魔術師啦 像那一種奇幻型的電影 那fantasy這個字呢 因為他是奇幻的 當然他就不是真的 那不是真的 真實的 那個叫reality 這樣子 not in reality not in reality 他不是真的 那講到如果不是真的的話呢 William 這邊補充幾個單字給各位 嗯 如果不是真的 那當然就是想像出來的 那想像出來的這個 稍等一下 如果是想像出來 那個英文要怎麼說呢 跟各位講一下 那個字叫imagination ok imagination 那這個是國中單字嘛 imagination 那還有一個字 imagination 沒有關係 我用這樣子改好了 不小心打錯了 多一個i imagination 那還有另外一個字 叫illusion illusion illusion illusion也是幻想的 不是真的啦 這是你的幻 就是你的想像出來的一個人物這樣子 好 那接著 navels of old time 就是 就是從古至今 從以前到現在 都是非常有名的奇幻電影 那接著他說 it it指的 各位不要忘記 各位 看到代名詞 看到代名詞 你就要去找出所指為何 它所代表的是誰呢 就是哈比人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 follows 跟著 bibideo Baggins 這個就是 這個人物男主角之一 隨著 當他 當他 as he travels with thirteen dwarves dwarves 這邊是矮人的意思 就是不高 矮人 在他跟13個矮人去旅行 去哪裡呢 Lonely Mountain 去這個地方 Lonely Mountain 好像叫孤山吧 孤山什麼之類的 Lonely Mountain 就是這個地方是那個矮人的一個 應該是他們的 曾經擁有過 但是後來失去的地方 那他裡面有 藏有非常大量的寶藏 那矮人有個特色就是喜歡挖地洞 然後去找寶藏這樣子 Lonely Mountain to kill the dragon Smargh Smargh 是這條龍的名字 史茅格 這條龍 那這是第一段 不難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第二段 The Hobbits like its sequel sequel這個字 叫做那個序集的意思 sequel 那當然他沒有很好記 比較屬於那種電視類的單字 序集 它是什麼的序集呢 它是The Lord of the Ring 它是魔界的一個序集 那William在這邊跟各位補充一下 講到那個電影的話 電影我們會講到sequel 對不對 那等一下其實我們會遇到一個單字 叫Trilogy Tri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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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logy這個字叫做三部曲 等一下會看到 這個字叫三部曲 sequel 叫做續集 所以像湯姆克魯斯 拍了什麼不可能的任路 Mission Impossible 1 Mission Impossible 2 Mission Impossible 3 Mission Impossible 4 Mission Impossible 4 果然是Mission Impossible 非常不太不可思議 連拍的四部 那這個都是sequel 那如果講到電視 各位如果是電視的話 電視我們就有分了 假設一集一集一集 比如說藍陵網 或者是齊皇后 這是比較早期的電視劇了 一集一集一集 每個禮拜這樣子播放那個叫episode 那還有另外一個字 叫做那個season season這個字叫做季 一季一季一季 那像有些電視劇非常的長 那像William之前很愛看的那個叫做 那個 Game of Thrones 冰與火 權力之歌 那個非常好看 那他是每一年會推出一季 那一季可能會有10到15集 這樣子了解 那我們接著過來繼續來看 What's written 那這部電影呢 是由誰來製作的 J.R.R. Tolkien 托爾金 那魔界三部曲 跟哈比人前傳 總共 Wedin也有 通通都有買 好像有6本書吧 那他的那個翻譯 托爾金寫的 那到台灣來有個翻譯的人 那翻譯的是誰呢 朱學衡 各位不要小看他 你會感覺好像是名嘴 其實他不是 他現在是什麼網路觀察家 可是他的英文非常的厲害 能夠翻譯出這個曠世巨作 不簡單 那接下來他說 published in 1937 published這個字 各位你有看到 他在這邊 這個 這一種結構 各位不要忘記 為什麼會有這種結構出現 這種結構不要忘了 這個叫做 分詞購句 那講到分詞購句 各位不要忘記 他就是一種省略 你一想到分詞 他就是一種省略 什麼的省略 主詞的省略 那因為主詞被省略了 所以動詞做變換 如果是主動 就是ing 如果是被動 如果是被動的話 就是pp 到目前為止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各位不要忘記高中重要的文法之一 就是這個分詞購句 你很有可能已經學到了 那他說 那各位你有看 這一本書是在1937年出版 因為主詞都是the hobby 主詞都一樣 主詞被省略了 然後動詞做變化 因為書是被出版的 所以加ed 到目前為止各位了解嗎 就是在1937年出版 那講到這個各位 跟各位補充一下 published這個字 我用這個打好了 publish publish 這個字當作動詞來使用 它是出版 那特別指的就是那種 書啦 書的出版 因為你看它中文翻譯嘛 那你如果是發行唱片 那就這個叫做release 比如說張惠妹發行了一部新的唱片 一部錯了 一張新的專輯release 那publish 各位這個字 很快的跟各位補充一下 如果說要把它改成名詞 變成publisher 這個叫名詞 叫做什麼意思呢 叫出版商 可以齁 那這個是出版商的意思 那再接下來 如果是我把它改成動詞 publicize publicize publicize是什麼意思呢 各位不要忘了public 是公開公眾 那publicize就是把這些東西都把它宣傳出來 就是讓它公開化 它有宣傳的意思 那當然還有廣告的意思 那各位還記得嗎 之前我們讀多了一篇叫 胡迪尼嘛 就是魔術師那一篇 他就 he is very good at publicizing 這樣了解 那我們接著回過頭來繼續看 他說呢 這個1937年出版的 the hobbits 這個 habbit人 take place take place 這個字是發生的意思 可以齁 那發生當然它同一字就 occur occur 這個單字請各位務必要記一下 occur 那或者有happen h-a-p-p-e-n 這些字 the habit take place 發生 在哪裡發生呢 在in an imagined imagine 就是想像出來的 而且各位這個動詞它加ed 當作形容詞來用 而且加ed表示是被 它是被想像出來的 在一個被想像出來的世界 這個什麼世界呢 middle earth 中土世界 電影是這樣翻譯的 中土世界 and it's filled with detailed and believeable descriptions 它 這個 it's filled with 各位 這個字 feel這個字是當動詞來使用 它這邊是被動的 它充滿了 充滿了什麼呢 detail 這個字叫做細節 充滿了許多的細節 以及 believeable 可以相信的 就是令人自信的 那令人自信的 如果說一個假的一個東西 它做到像是真的一樣 各位這個單字你補充一下 一個假的東西做到像真的一樣 一個假的東西做到像真的一樣 叫做convincing 這樣子 ing convincing 就是 它是形容詞 中文解釋 叫做以假亂真 我們 gay 這好像真的 convincing 好 那接著 就是說 這部電影 它充滿了許多很多的細節 還有令人相信的description 那講到這邊 William先跟各位補充一下這個feel feel 這個字 各位不要忘記它是當動詞 它就是充滿填滿 所以假設你要去加油 各位你以後上高山啊 或者是有人很快高一就會騎autobi的啦 你要去加油 你要跟加油站的店員說 請幫我把它加滿 叫做feel it up feel it up 就是加滿的意思 當動詞來使用 那你去假設你去KTV 或者是你去吃飯 那個飲料是可以續杯的 那個叫refeel 各位refeel 就是再次填滿 可以續杯 好 那這個字 常常會跟這個字搞混 叫做foo 這個字是形容詞 各位不要忘了 自己形容詞 這是充滿的 兩個字磁性 根本來說就不一樣 他說充滿了這個 很多的細節 還有令人可以相信的description 那description這個字呢 他中文解釋 這個字各位務必要記一下 這個字的中文解釋叫做描述 那description這個是中文解釋 是描述 那William在這邊 很快的要跟各位補充一下 description 名詞叫做描述的意思 那這個字 各位 你看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個 騙語 不是騙語 自根自首 第一 各位不要忘記 第一就是有 down 下來的意思 下來 那scripts scripts 這個字字 字尾 它就有什麼意思呢 它就有寫的意思 write 把它寫下來就是描述嘛 那這邊 William跟各位做一下自根自首的補充 噢噢 好 我們先講一下這個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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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兩個在那邊交換 我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說叫translation translation就是翻譯 中翻譯音翻中 那就是或者是transit transit就是交通 從這個特別指的就是 譬如說你一下子搭火車 一下子搭公車 這個轉換交通轉換 那從這邊transcribe 各位你可以看到 從這裡寫到那裡去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抄寫的意思 藤寫 就有時候老師叫你 Please transcribe these sentences 請把這篇文章 請把這個句子抄寫一遍 transcribe 那這個字我可以把它改成名詞 transcript 這名詞它一樣有抄寫的意思 只不過這個意思變成成績單 transcript 那當然高中的話成績 我想對各位來說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這樣OK scribe對我寫的意思 那再補充一些 那譬如說叫 subscribe 如果是subscribe這個的意思 這個叫做簽名 各位可以理解嗎 sub這個字 sub這個字 sub這個字就是有在底下的意思 譬如說subway對不對 或者是submarine sub就是在底下 sub或就是地下鐵 那你簽名 一般來說我們文章都會簽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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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裡面 簽在這裡 有沒有 在這邊請在右下角還是左下角簽名 通常都會在右下角啦 就是請在這裡簽名 所以subscribe subscribe就是簽名 那通常你簽名會來幹嘛耶 這裡還有 這裡還有一個意思 叫做 訂閱的意思 比如說訂什麼雜誌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要subscribe 那接著如果他還有什麼意思呢 這底下簽名還可以幹嘛呢 還可以捐款 這樣了解 所以 目前這邊跟各位複習一下 像這樣 Description是描述 OK 那scribe跟script都有寫的意思 其實 各位 光是這個script 它本身就是那種 聽力的文字檔 這個字 它本身的意思就是文字檔 有沒有 老師譬如說 在課堂上放聽力 聽力聽聽聽聽聽 聽完之後你需要文字檔來看嘛 不然你怎麼知道他在說什麼 那就script 好 那還有什麼意思呢 transcribe是抄寫 transcription是成績單 subscribe 簽名 或者是訂閱 或者是捐款的意思 有這些字 那subscribe 它的名詞 s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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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cription 就是subscription 就變成它的名詞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subscribe 這個是有訂閱的意思 各位你會常常在哪邊看到訂閱呢 比如說這個是雜誌嗎 各位 這是magazine雜誌 有沒有看到subscribe now 訂閱有沒有 它開始教你寫 first name last name email了 對不對 那接著還有在哪邊 其實我們也會看到subscribe呢 其實你如果有在上網 如果有在用YouTube 其實你常常會看到啦 這邊跟各位 就是首頁 這個 這很奇怪 這是什麼東西 YouTube跑出一些怪東西出來 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看到 subscribe 訂閱 這邊subscribe 訂閱 這邊很多啊 就是有人做出的播放清單 你就訂閱 然後他有播新的 你就會收到 這個 這個作者已經有放新的 出來了 這個鄧子齊最近很有名 常常會看到他 好 那接著我們回過頭來 回過頭來看一下這個文章的本身 然後他說 充滿了許多的描述 而且是可令人相信的這個描述 of its people and place 做的好像真的一樣 雖然他是虛構的 但是很像真的 在這部電影 in it 指的是這部電影 在這部電影裡面 這本書裡面 托爾金 Tolkin describes 他描述了 描述了什麼呢 spectacular 各位這個字 spectacular 的意思 就是很 那個 spectacular 就是很不可思議的 很棒的 或者是很 amazing very wonderful 這些字 那 就是不可思議的 什麼東西呢 landscape 各位landscape這個字 叫做風景 就是他風景非常非常的漂亮 各位 就是你如果去看電影的話當然就能夠看得到 不可思議的風景 那landscape這個字 各位 他還有什麼意思 他本來的意思是風景 可以 那 各位你可以猜猜看 如果是我講到風景的話 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看你猜不猜得出來 底下 這個 你看得出來嗎 這幾下 把他放在這個 各位這個叫landscape 這個叫portrait 你看得出來嗎 這什麼東西 這 landscape 各位你如果再請人家拍照 那你請他用landscape的方式來拍 這個方式就是 橫拍 橫拍 這樣知道 那portrait 各位我把他寫出來 portrait的意思 叫做直拍 為什麼 因為他有什麼意思 他有人像的意思 portrait這個字 本身就有人像 喔 拍人像當然就是要拿紙的 其實也不一定啦 看你怎麼構圖 那這樣了解 當你假設遇過一個外國朋友 他要請你拍照 他當然他當 當他講說 landscape Please shot it in landscape 幫我請你用 幫我用 橫拍的方式來拍 這樣就聽聽懂了 landscape 跟portrait 好 那接著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這篇文章 他說呢 就描述了一個 landscape就是風景 非常不可思議的風景 以及 magical 很神秘 有魔力的 這個character 角色 像是 哈比人 哈比人是矮人 但是充滿了勇氣 巫師 充滿了魔法 但是人數很少 那巫師 其實在 西方文學的巫師 其實 通常都跟 wisdom有關係 Wisdom Wisdom就是智慧 他其實 他可能巫術 沒有很厲害 不是巫師沒有很厲害 他的巫術並不多 但是他充滿了智慧 這樣了解 活得很久 看的書很多 很喜歡看書 各位 在西方世界的巫師都非常喜歡看書 就是飽毒精師 那接著甚至是人類 其實還有那個精靈 Elves 那Elves就是 戰鬥力最強大的一個民族 但是比較低調 就是 都會有這一些 那還有人類 人類人數最多 嗯 有的時候會內戰 有的時候有勇氣 有的時候沒有勇氣 戰鬥力指數是最少 像這樣子 接著最後一段 Even though it was written as one novel 雖然他是寫出來像是一部小說 The Hobbit 有比Brow 2 將會被帶到 帶到哪裡呢 Screen Screen這個字是螢幕 那我們相對應的螢幕還有哪一些 各位不要忘了 Monitor Monitor指的是監控主機 所以Monitor 指的是整台 整台叫做Monitor Screen就是前面那一層螢幕 這樣會 那還有比較小型的 現在比較小型的 叫Display 像之前出了那個Google眼鏡 那個就是Display As a Trilogy 稍等一下 As a Trilogy Trilogy就是三部曲 我們目前看到了 那各位不要忘記講到Trilogy 你就要記得有那個 Sequel Sequel就是有續集 電影的續集 那接著 By Director Peter Jackson Director是 導演 就開始講拍電影了 Staying True To the author's description Staying True 就是原汁原味 保持那個作者的 那個原始概念 Description was a challenge 當然是一個挑戰 你要把這部電影拍得好 當然很困難 For the film's crew Crew就是那個 全體人員 這是工作人員 那工作人員同一字 有另外一個字叫 Staff 這樣可以 Staff 工作人員 對於整個那個劇組工作人員來說都是一個大的挑戰 那還有這個 Sophisticated Sophisticated 這個是就是有很有精密的 精緻的 複雜的 講到複雜的各位要記得 有個同一字 叫做 Complex Complex的是 錯綜複雜的 那講到精緻的 有一個字叫 Delicate Date 這個字 Del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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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 也有精緻的意思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剛剛威廉有查到在這邊 在這裡 這個 威廉一早找到一瓶酒的那個介紹 有沒有看到 1117 這個我不太會看 這個19年的 230 那個55.7%的酒精純豆 威士忌 那個什麼 四高利達 Scoach 那這個有沒有看到 Sophisticated 他非常的精緻 而且Delicate 兩個字 所以很明顯兩個字同一字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閱讀 就是你要知道 有的時候說實在我個人真的是感覺 像有時候老師 不管有些英文老師在補充單字 通常都會補充一些太過冷門的單字 把多 托一 也不是多一 托福的單字 GRE的單字 GRE就是那個美國研究所那種單字 或者是 超級文學的單字拿來補充 當然 這個要補充單字非常的簡單 字典一翻就一大堆 可是 有些單字根本不常用啊 你可能 哇操了一堆單字 那結果 中級不會考 中高級不會考 甚至連托福 出現的比例都很低 那請問你被那個單字要幹嘛 而且再來你被那個單字迅速 通常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做旺光光 你被的再熟 可是市場生活中不會用到 其實做在何苦啦 所以再跟各位強調一次 閱讀閱讀閱讀多多閱讀 那接著 一個很 很複雜的科技 是需要的 是被需要的 來幹嘛呢 去做這個 Landscape 把這個 風景把它做出來 然後這個卡斯 Look and Feel Real 讓這個卡斯呢 跟 這些 虛幻出來的風景 就是那種 拍攝場景 要看起來 像 看起來 跟感覺起來 像是 真的一樣 好 那這篇就是結束 講了很久 因為單字補充的比較多 那 威靈在補充單字 通常就是走使用路線 太過冷門了 單字威靈就 幫各位篩選掉 你不需要知道 說實在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1段 那第1段 各位非常明顯 各位就是在做劇情介紹 好你再講 一部電影 講一本書 當然想 當然了 第1部 通常就是要立刻 講劇情出來 可以喔 那第2段就開始講一些比較細節的部分 比如說像是作者啦 或者是他的起源啦 他是哪裡來的啦 有沒有 你要怎麼看起源在這裡呀 1937年 這麼早以前就寫出來 很厲害 這個順便跟各位附帶一提 這個作者托爾金 甚至幫那個精靈 跟那個 他很有 半壽人 就是邪惡力量 半壽人 半壽人有自己的語言喔 自己編了自己的語言 所以我叫多爾金 其實是個語言學家 精靈也有自己的語言 不可思議 在那個原著裡面都有 那就是 他會先寫精靈的語言 精靈的語言 然後後面就用英文做注釋 Unbelievable right 那接著最後一段 就是 下結論 這篇文章是以 電影介紹為主 OK Let's call it a day for Part 2 Unit 1 這個題文章是 我聽的 WHAT 感谢观看